其實國民黨中央已經介入了 就是說在上個禮拜 就是國民黨跟基隆市政府 一定有一個所謂的群組 等於說黨中央去支援他們所謂的輿情 這也是為什麼謝國良上個禮拜 一直往立法院跑的主因在這邊 等於說國民黨願意全力支援謝國良 但是這個事情老實說 我必須講 謝國良一開始的處置 謝市長他處置真的是不太OK 應該說這個事情本來不會 這個本來無遺物何處惹塵埃 國良惹塵埃 為什麼 因為這個你你如果不去用這種二月一號 凌晨這個夜席 這個雖然說韓粉都很愛唱夜席 但你真的去夜席的時候 你如果你那個理論 那個站不住腳的話 那你就這個是會反噬 對那個反噬 那所以我必須講這個事情 其實大家看 你看得懂合約 或說看得懂這個 就像剛剛慧珍姐講的 其實內特在很多的法理上面 他可能會吃虧的 可是卻因為你市政府的強硬作為 導致整個輿論風向大逆轉 那這個其實就是你謝國良 我必須講 他的團隊太輕忽了 那不管今天是你的意思 還是你下面的意思 這都代表這個團隊 對這種議題的敏感度不夠 比如說第一個最簡單的 當你發現有產權爭議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全部拿去招標 當你發現產權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第一件事情 應該是先把沒有爭議的部分招標 有爭議的部分在標案裡面 要特別起到 這個要等到相關合約司法 現在司法判決中 再來做談 對那如果等到司法判決確定了 再做擴充的招標 其實是讓得標者 可以有優先 優先的這個所謂的招攬的權利 其實這應該是要用這種方式 分階段的 否則即便大日是大日跟net有這個合約 而不是跟市政府 那市政府你也不能立刻就把 因為net跟大日可能都還會有 所謂的這個所謂的契約官司 在裡面去做 因為他人家簽十年 那大日以為他可以穩穩拿十年 沒想到他因為捲入一個停車場的弊案 因為貪污 然後被市政府給你取消 你的這個招標的資格 所以我說這整件事情 基督市政府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處理 而現段 現在到了今天 其實我認為今天 因為net的那個廣告 他的訊 他其實是傳達一個訊息 叫做回歸到司法判決的部分 那因為net一開始把這個整個事情升高 就是因為他在抗議 基督市政府所謂的粗暴手段 說去強盜 那現在如果他願意回歸到司法的時候 其實也就是某種程度上 他願意讓基督市政府 就這個這個就是說 各自退回到看司法判決 不要再去做政治對立 我相信這個對謝國良 其實會比較是正面的 尤其我如果今天要掛那個看板 我會建議基督市政府 應該是說捍衛市府產權 捍衛什麼幾億產權之類的 那個權利金根本不重要 都比這個好 對對對 因為權利金根本還沒收到 你去講這個東西 老實說這個在你臉書上面 發一發就好 你不要花錢去登廣告 你要登廣告 應該是要說服市民說 你在捍衛市府的財產 不會變成說損害市民的權益產權 我覺得